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老大 她們兩個好吵喔 好這樣吵得很兇耶 老二 翻譯給我聽看看她們到底在吵什麼 報告三老大 这两个名字叫做鱼工 他们在吵的内容 就是要不要考虑把我们两个移掉 那个有穿衣服的那一个 就说我们这么大 移不了的 叫没有穿衣服的那一个 不要白费力气 那一个没有穿衣服的 我看他很坚决 很决心要把我们移掉 三老大我好害怕 他相信一步一步就可以成功了 三老大我们要不要考虑先搬家 宏如 你觉得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还是可以移 大家都说 本性难移应该很难吧 我觉得这也是事实 它真的还蛮难的 在我过去在医院带了好几T的 清心减压的团体课程 有一个阿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记得那是第一次上课 他来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 各位来参加这个课程 你们希望学到些什么 你知道那个阿贝跟我说什么 啊没好人 一下子就呛我一开始也被他吓一把 但笑完以后我就哈哈大笑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他觉得没有笑 没有笑他来干嘛 他说没有笑很有道理就像你刚刚说的 个性很难改 很难改 那他为什么要来呢 也就是他这辈子都很难改了 但是他在他六七十岁的高龄 他还是想给自己一次机会试试看 所以我就跟他说 阿贝啊 既然你来了 我们就表示说 你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也给我们一次机会 那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 如果有笑你就继续参加 没有笑的话你就不要来了 这样好不好 所以呢 我哈哈大笑这样跟他回答之后 他也就留下来参与学习 效果如何呢 我们就静待下回分解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身为临床心理师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个性要改真的很难 但是我们有没有方法 当然有方法 没有方法我们就不会录这个课程 所以在这个清心减压 保健康的课程里头呢 我们其实是 以临床心理学的原理 很清楚的知道 个性为什么难改 今天我们会跟各位做介绍 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 为什么个性那么难改 也因为我们知道 他难改的原因在哪里呢 所以呢 我们有没有方法改 当然有 所以在这课程里面 我们会使 一个步骤接一个步骤的 教各位方法 那透过有学理的 有科学证据的方法 来帮助各位达到 清心减压 保健康的效果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介绍 要跟各位来介绍 为什么我们的个性那么难改 那我们来看 PowerPoint上面 有影片上面 这是一个忧郁症的患者的 一个大脑的一个示意图 在这上面 大脑上面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越红代表 葡萄糖代谢率越高 那蓝色呢 就是越低 所以红色表示 这个地方是 我们有在动脑的 动得越多 它越活越 蓝色的地方就是比较 活动量比较低的地方 那在这个忧郁症的患者的大脑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位 第一个是杏仁核 杏仁核这个部分呢 管制律神经 我们刚刚在这个课程里面 常常提到的一个 压力反应下的一些 血压和心跳的反应 都由这边来启动 那另外一个区域是前额叶 前额叶 这个部分呢 它会常常去想到一些 烦恼的一个事情 那你可以看 在这个忧郁症的患者的大脑里面 它反应特别高的 就是杏仁核跟前额叶 这两个部分 那为什么这两个区域会特别活跃呢 它其实也可以是一个练习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看一个实验 你就会知道 这是怎么练习出来的 我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确实把这个实验停下来 OK 你是个笨蛋 你呢 你觉得它会怎么样 生气 生气 你刚刚听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样 可能会有点疼过吧 所以其实刚刚从这个实验 你第一个会看到 也许不同的人在面对同样的状况 有不同的一个感受跟想法 但问题是 问题是 你想想看 六一针的患者 每天跟自己说 我是个笨蛋 一定要跟自己 一天五十次 那一年几次 一万八 所以一年 一年就大概一万八 对不对 虹如 你看那个人 他是每天这样持续的练习 跟自己说 我是个笨蛋 他会不会变成一个 忧郁症的奥林匹克选手 如果一天练个五十次 练了五年 就九万次 那感觉应该是很专业 而且应该会有多排的希望吧 OK 那他这样持续练习的效果就是什么呢 就会看到 你就会在那个 PowerPoint上面可以看得到 他的信任和跟前额业 就会非常的活跃 那他会有什么效果 在信任和的部分 他因为持续活跃呢 就会有一个自闭神经 还有压力荷尔姆的持续反应 会有一个血压上升 心跳加快 还有血管缩缩的一个反应 那在前额业的部分呢 他持续的一个活跃呢 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笨蛋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会注意到自己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经验 失败 他会觉得自己是好的还是不好 一定是不好 所以呢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的前额业 他其实一直注意的 去收集的 去注意的 都是自己不利的 失败的一个经验 那就证明自己 真的是一无是处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因为你注意的 看的都是一些坏的 对自己不好的一个讯息 你就会难免会觉得 自己真的是 什么都做不好 会进入一个 忧郁的恶心循环 所以这是要非常小心的 也就是说 你的大脑 你训练自己的方法 就会造成你对自己的看法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是我们在 做日常生活 不管是做心理治疗 或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要非常小心跟注意的 不要把自己的大脑 练成忧郁症的大脑 好吗